观众朋友们好 我叫刘烈 搞错了 是突如其来的假期中的刘烈 你也可以叫我刘烈 行吧 我们还不是朋友 我就不请你进来了啊 去年大家记住了不按常理出牌的我 也记住了我的装色传达 看一看这播放量 相信只看封面就点进来的各位都有份 时隔一年 我发现我的衣橱时尚还可以生疤 比如 他对那些已走在建立胶囊衣橱路上 但依然觉得无疑可戳的小伙伴 有什么借鉴作用 身着黑衣 黑裤 脚踩黑靴 正抱着这无处安放的舞灰 走在路上的我 在加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婚礼后 镜头一转 正是蓝黑故事的帷幕 蓝 绿 紫 橘 这些亮丽色彩的衣服在场景中 不仅一点也不详细 事实上从剧情的角度来说 最频繁使用的两种颜色 还有它的含义 蓝色与绿色的使用是象征生命力 主创新了传达出一种湿漉漉 轰波生长的感觉 到这里也来到第一个问题 胶囊衣橱的主色调 在刚开始接触到胶囊衣橱的时候 会看到指南告诉我们说 你需要一件白色衬衫 一件卡其色裤装 一件黑色外套 你把分中性色为主色调 搭配两分明亮色彩调和 不可否认的是 在不知从何下手时 这是极佳的起点 因为大概率讲 这是一个适合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是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 鹅黄因为更贴心 又或是浅浅的粉色 才更显经济神的缘故 市场生活中 反而这些颜色的基本款更常用 那么这时其实就可以果断调整 中性色与明亮色系间的比例 如果观察到生活中 其中一种色系使用率确实极高 完全可以以这个颜色为主色调 黑白会为辅助搭配色系 建立起属于自己的 能够搭出万种组合的胶囊衣橱 在剧中 衬衫 卫衣 西装 T恤 蓝绿色系就是属于我的替换色 单品的数量相比 完整的胶囊衣橱来说 确实远远不够 不过填满我的假期足矣 在这段时间 我有了和我性格迥然不同的室友山竹 意外认识了这位艺术家蚂蚁 有时会和宁愿即向拉扯 同时也不停地陷入 与刘明芝的回忆里 那一年 我是老师口中画画不安要求的小孩 所以只有我的画没有得到评价 他听后并没有责怪我 他肯定了我的天赋 并于隔天来的画室对老师说 老师您知道吗 您这么做会打击孩子 学习画画的兴趣 不用道歉 下不为例 上面 做回去画 跳出回忆 我和山竹从便利店走出来 确认过眼神 此时我的装扮还是熟悉的宽肩半裙内搭 你别说 这边的留恋 那边的留恋 时尚品味却有略同之处 到这里就进入 有黄胶囊衣橱的单品问题 如果回顾全剧中 我的衣橱会发现 只要有西装就是宽肩设计 每只搭配的下装 大都是精细短裙或短裤 至于原因 还要从看镜子本人说起 因为这部剧的造型中 它的参应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的末梢还是比较细的 有多胳膊 我就会把自己小腿露出来 我的肩也比较宽 就把所有的这种 西服的垫肩全部都撤掉了 建理胶囊衣橱从这里 可以借鉴到的就是调整 有人爱落肩的拥卵宽松 就有人爱正肩的贴合干脆 所以即便只是一件T恤的肩部细节 也会因为不同人的申请 使用感有不同的利用率 也就是说 落实到所谓经典基本款 或是其中细节部分 是因而而异的 以需求和生活方式为出发点 去筛选颜色 款式 材质 剪裁 留下的自然就是真正喜欢 必备且好大的单品了 说到底 别人与衣物共处的方式 我们自己并不一定适合 同样的 别人的手 对你 不一定适合 这是我在最后一集 脱口秀上说的话 到这里 我的假期也即将画下句点 生途要去异地工作了 宁愿也要结婚了 我对刘敏之的思念 在看到路边这本画的那一颗光发 最后我也放下了对父亲的执念 孤独吗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 不过总是这样的 也要学着与自己独处 生活不易 但我会更坚强 因为 我是LadyTub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 不要忘记多多点赞 关注告诉我 我是安迪 下期见 请不订阅